我們來看看如果你用聲控的怎麼用 那首先當然要先認識一下聲控的積目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找一下哪裡有聲控的 在這裡 你看我們左手邊 如果老師在S這邊沒有看到 你可以先切換到O沒關係 全部的 在進階裡面 有一個跟什麼有關係的 跟行動裝置 還有這個聲音 有沒有 你可以聲控 你可以朗圖 所以我在這邊 你可以按下去 就有看到 他就這幾個積目而已 就是 開始辨識 然後如果裡面辨識有什麼內容 他用誰來做辨識 用Google的啊 所以這個 你要用Google Chrome Suffering 抱歉 阿姨 不用講 阿姨一定不行吧 那這個呢 你看 我可以把它丟進來 這個我先丟掉 拿進來 開始辨識了 然後我找一下 如果辨識的裡面有包含什麼 包含什麼內容就點在這邊 比如說您在這邊想要做一個開燈 這樣 那我就執行 LED 裡面的按 這樣就開燈了 那相對的 老師要不要再做一次 不要這樣子嘛 機目也可以複製啦 Ctrl加C Ctrl加P 有沒有 跑出來了 如果你覺得 這樣有快速鍵的顯示 按右鍵也有 按右鍵也有 這就不只一個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三個 好 開燈 然後呢 關燈 這裡是這邊off 這裡是這邊off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還有一個呢 我們剛剛第一次玩的那個 對對對 好 OK 那這個就不是它啦 這個就拿掉 我們的閃爍閃爍 嗯 在LED燈裡面 閃爍 當然時間老是您可以自己調整 好 那 但是呢 我們這樣要玩的時候 就要留 不知道說到底 你如果按 你講開燈 它到底有沒有辨識能開關燈啊 所以 我右手邊我換一個 因為用這個用不到的嘛 我們換成什麼 顯示文字 我們來把它的什麼 辨識字或者文字顯示出來 這樣是你比較 有證實一點 即使我沒有看到燈有開 雄魔怪的啊 辨識是對了 哈哈 那 你看我現在呢 這個 燒杯這邊是換成互動文字的 所以我們來這裡 有沒有顯示文字 我把它 拿出來 告訴它顯示 但是我就在上面啊 辨識網就直接顯示嘛 下面是結果齁 那顯示什麼內容 是辨識的結果 所以你看一樣是聲控裡面 也有一個叫電視的文字 拉出來 吸上去就好 所以我們先測一下 管它有沒有亮齁 開燈 現在沒有對不對 你還在等 哈哈哈哈 開燈 現在還不行 所以我先稍微等一下 等各位一下齁 哈哈 老師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用行動裝置來做辨識的 它在那個辨識語言那邊 您外面抱歉 我切一下齁 這裡 如果你是用行動裝置的 這個即時辨識 你要是會有 如果是用 桌上 就是電腦本身的麥克風 這就按就好了 就是會有一點不一樣 就插在這裡 齁 就是找這邊 我都出來了啦 齁 有沒有 欸這個不是大家都會遇到這個嗎 允許 開燈 開燈 哈哈哈哈 你知道它現在用哪一個麥克風嗎 哈 它可能是用呢 下面這個 安公牛都沒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開燈 啊今天真的很慘耶 開燈 哇 要稍微等一下 其實呢 欸我講到這個 我順便 提醒老師一下 有個地方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用過 在這裡 老師現在 中文輸入的速度快 是嗎 蛤 很慢喔 你們怎麼都那麼客氣 你有用過這個嗎 沒有 老師 我們 用覆蓋語音 來做 文字輸入 有沒有 比你用打字的快一點 現在是因為它網路速度真的比較慢 哈哈哈哈 現在是網路速度比較慢 所以真的辨識效果比較差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 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 我們慢一點慢一點 所以我們 現在 使用 Google語音 來做 文字輸入 效果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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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路速度慢 的時候 我就 念慢一點 可以 可是 老師只有改後面而已喔 還是你覺得 在行動中 只要用這個 寫比較快 用寫的更慢好嗎 所以這個是 但是 Google文件還有 Google簡報本身 現在就有這個 對對對 我其實老師也可以 有興趣試試看看喔 那 因為在Webdino這邊 就是前提也是一樣 現在網路慢的時候 就 電視效果比較差 先給老師把 機目完成一下 好不好 拜 如果說啦 你怕說 這邊這樣啊 網路一點 電視 沒有想要叫他 電視那麼多的時候 電視率又這麼好 哈哈哈哈 開燈 其實 老師你不要用那個 麥克風 因為他跌 其實 因為用這個不會 其實我平常 會用那個 那個 他現在應該是抓到我下面 那個 那個麥克風 怕我干擾 你如果怕這樣干擾 請看上面 有沒有QR Code 您就掃描一下 用自己的 手機 這樣也可以 但是記得喔 如果你是用手機的話 這裡 是不是要改一下 喔 對對對 不然他會一直 他會有一個那個 一直在電視 那 順便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您覺得您的寫的這個程式 你想要把它保留下來 要怎麼保留 右上角 右上角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做 產生連結 你把它按一下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專屬的連結 就是這個 你這樣摳不起來 沒關係 因為在上面 好 所以你按確定 把這個勾起來 下次你進到這個網址 就是 你專屬的 你剛剛寫的就會留下來 那你看 按下QR Code QR Code就是產生那個網址 所以你掃描也是進去那邊 你掃我的沒有用嗎 要掃你自己的喔 這樣OK嗎 所以其實 你會在手機上呢 就會看到 那個 語音的那個什麼 互動的那個 網頁的那一塊 所以剛剛的點燈關燈 你也可以掃描之後 直接用你的手機 來做操控也可以 那你的手機上畫面 就會看到那個 電燈關燈